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人振与尔先前不但复身之他,真正大错了,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,振之功臣,国家良臣,真正当在第一超群伐类之稀有大臣也。 然而几年后,雍正还是对他进行了几十项罪名的审理,最后禁锢而死,历史波局云轨的烟雾,俨然难以全面看清真相。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雍正的舅舅不好当,雍正所谓的大错了,就是在各派争夺太子魏时,并未指望这个唯一被皇帝称为舅舅的龙科多,能在关键时刻支持他。 童家龙科多,1728年,徒童家龙科多,是满洲襄皇旗人,一等功童国伟的第三子,其显赫出神。 加之康熙对童国伟这个舅舅深深饱含眷恋亲情,对妻子女格外予以重视。 哦,去的是龙科多的仕途起点,竟然是给康熙牵狗做起,虽然职务卑微,却能解读出这是康熙身边亲近侍从。 二十岁后,龙科多成了一等侍卫,不久便晋升为副兜统。 没多久,大清围绕太子皇储问题,发生最震荡的政治斗争激烈展开,作为庞大的政治家族势力的童国伟家族,几乎全部倒向了拥护巴阿哥隐寺。 康熙震怒至极斥责活救兼越战童国伟说,而等又预立巴阿哥为皇太子,将至震攻及皇太子,朱阿哥于和帝爷。 康熙皇帝一路五四年五月四日到一七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突此刻,龙科多的表现竟然十分出奇,他以康熙立场为立场,与支持巴阿哥的父亲为代表的阵营跨清界线。 在这种情况下,康熙开始大力提拔使用龙科多,在任命他为不均统领后,并以亲切关怀的语气,对他进行诫免。 你只需行为端正,秦锦为之,私人得到好名声男,得换名声义。 你的兄弟子直及家人,直言,断不可取,这些人初次靠外一两件好事,换取你的信任,之后必定对你欺诈哄骗,需时刻防反,甚至免之。 此后龙科多在解身之中逐渐得到康熙信任,并让他掌管最重要的九门提督职务。 在朱批中,康熙对他提出明确要求说,九门提督责任重大,第一所有看管地方,务须防守严顾,第二,后代士兵,连结自律,不生二心,舍身报效。 康熙朝满文诸批斗者,少年时期的雍正图,许多学者,将龙科多在雍立雍正登基关键时刻,力挺形容为投机,为了不非常之富贵,看似有理却不合常情。 龙科多与四阿哥印针关系输了,不会在关键时刻为其作伪造执意,并且此刻他已经是理藩院尚书,兼任不军统领,为主皇子的舅舅,无论哪位皇子继位,都会重用他。 符合常情的唯一原因,便是康熙立场,决定了龙科多立场,然而政治风云瞬息万变,帝国殷勤不定,让所有高层权臣都会在瞬间跌落谷底。 作为新皇帝的舅舅龙科多来讲,这些都将让他深刻的体会到雍正即位的第二天,迅速对内阁下发玉职,命令侍卫内大臣马尔赛,九门提督监理藩院尚书龙科多,大学日监护部尚书马其辅证,有趣的是,后来雍正在给龙科多定罪时,其中有一条即是龙科多自己过去说, 白历成寿命之日,即是死其已至之时,就是说龙科多已经遇见高处斗争之巨烈残酷,古往今来这种传遗诏的众臣最终都会被皇帝猜忌,而导致杀身之祸,爱新觉罗印刺四同四,为四一体字,1681年到1726年,吉允司徒龙科多,虽然深知这种道理, 却不能一味低调处事,因为庸护有功,加之手握重权,在吏部,手下对他莫感仰视,为其命侍从,他所经办的权选,驻,选才受官,当时被人称为同选,要命的是, 因为当初全面与家族切割巴巴格问题,而获康熙重用的他,在雍正处置巴巴格隐私问题上,竟然与雍正发生严重意见分裂,龙科多为什么早年能够按照康熙意图办理,到了雍正时期就不能一致了, 这还要上升到人之常情上来解读,其一,毕竟巴巴格和他的党羽,是龙科多家族的亲骨,随着时间发展,曾经显赫的家族已经在斗争中逝世, 如果再给一棒子,显然于心不忍,龙科多进行保护符合人之常情,其次,康熙皇帝的资历和辈分,都是龙科多必然绝对服从的一位, 而雍正新皇帝登基显然缺乏这样的权威,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,雍正成功继位与他关键时刻的雍户有很大关系, 除此之外,雍正还要叫他为舅舅,在心理上难免有了老资格的膨胀态势,雍正帝书法图只不过, 龙科多对这位外甥皇帝的性格,显然误判行事,雍正在处理所有君臣上下关系的最大原则, 比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,如果说康熙允许外妻存在庞大政,治世底,讲求亲疏血脉关系的话, 那么雍正则显然超越其高度,那就是他是天底下所有人的皇帝,没有一人可以例外, 这些都直接造成了龙科多这位皇帝就求不好当的主要原因,出于政治绝对安全,防止任何集团设立反弹, 对龙科多这样既有影响力,同时又对其他集团左顾右盼,留有余地的人进行边缘化处理, 不管曾经多么炙手可热,如果眼里不能以朕新为新者, 康熙宇随时都可能被剔除,雍正后来选用的鄂尔泰,张婷玉,李维,田文静, 莫不对雍正俘手贴耳,忠心无比,与政治权力相比,所有亲属利益也要绝对服从皇权, 别说一个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舅舅,就是亲儿子都随时可能因正之斗争,而未严肃成处, 雍正皇帝1678年12月13日到1735年10月8日,屠雍正二年,雍正剥夺了龙科多手上的步兵, 统领重要职务,改任立部尚书,一年后,雍正在两江总督查弊那奏折批示中, 开始不断点拨查弊那,叫他揭发与之关系亲密的龙科多, 而查弊那对龙科多的揭发弊重就轻,让雍正数次退回重写, 几个月后,当年耕扰案已经做时候,雍正在查弊那的奏折批示说, 三年耕扰的已经够了,不敢说龙科多一句,朕时叹息, 且对耳朵钢铁般的活大,朕真的害怕心浮了, 其次拉锯后,把查弊那折磨的回奏说,陈上奏七次, 不能和皇帝添心,陈已无活路,现在再不讲龙科多的猎行, 陈性命不保,但他又说,众人所知,陈知,众人不知,陈也不知, 年耕扰1679年的1726年图,再次死年耕扰后,雍正开始着手解决救救龙科多问题, 雍正在处理龙科多问题上,他取了高超的政治手段, 把他派到阿尔泰岭,与策望阿拉布坦, 议定准德尔与喀尔喀边界,之后安排到俄罗斯进行边界划定谈判, 龙科多刚走,雍正召开高层会议,对龙科多问题进行定调, 龙科多有种种罪恶,应至重点, 如果此次他能实心认识,朕必宽幼欺罪,如果心怀叵测,朕必将他治罪, 此后带雍正十三帝允祥,率先发力弹劾龙科多受贿, 最后做十四十多项罪名,曾经深得康熙重视的, 又是新皇帝雍正救者的龙科多,因一念之间,便最后落得圈禁而死, 很大程度上也被视为雍正全面清算, 当初在处位之争的历史问题,文,赵立波参考文献, 新史稿文字,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, 配图源于网络版全国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